大家好 我是某氣車洋斌 終於換到我來騎乘我自己的KRV了 這台車其實雅雅他自己有做一個試乘的分享 接著雅雅有邀請SMAX FORCE還有DRG的車主來試乘KRV 今天終於換我自己來騎自己的車了 我其實直接把他騎到五指山上來 這個影片會有幾個部分 首先我來分享我在山路上騎乘KRV的心得 再來我要跟雅雅一起來試乘KRV 這部分雅雅會分享他後座的心得 然後我要來比較單人騎乘跟雙人騎乘 這個差異到底是什麼 最後我覺得有一個蠻有趣的 雅雅最近已經訪問過三台車的車主 這三位車主都有騎乘過KRV 而且把KRV跟他自己的愛車做比較 雅雅把他們整理歸納出來 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好首先呢就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騎乘KRV的心得 我想大家應該很在意這個動力的部分 我們從很多影片的留言呢 大家都還蠻多人在討論動力 老實說我也覺得這一次呢 在山路上騎乘KRV 那個動力的經驗感 就不像是之前在賽道裡面 第一次試乘 這到底為什麼呢 到底是那時候騎新車太興奮 然後覺得加速感很棒 然後今天來山上反而覺得沒那麼好呢 我不太確定 但有可能是 當初KRV在公佈新車的時候呢 車重跟後來 它的規格呢 大概有差的快10公斤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正式量產車呢 把一些該放的東西放上去了 所以車重變重了 說10公斤其實還是蠻多的啊 但也有可能會不會是 我們測試的這個試乘車呢 它的動力本身就是比較大的 然後再來我們騎乘的這車呢 它是屬於七級環保 ECO 7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動力有調 有降低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的確今天在試乘KRV的時候 那個動力的感受是沒有當初那種 有經驗的感覺 嗯 這要好好研究一下 好來今天我們來看這個 A-SIM的和 歐巴騎士專用的腰包 來 60秒三個重點 找一個它是用耐磨的材質 再來它有過路到你安裝的需求 所以啊 它這個Logo是環光的喔 第2個它的收納能力世界級喔 來我跟妳說喔 這裡我把它打開 有沒有這個拉鍊你把它打開 啊東西做你拿 有沒有 哈什麼 不夠的嗎 沒關係啦 來 這樣有夠了喔 再來第3個重點 它會怕你拍到不舒適 所以 它這個牌包的後面是用 網眼部的材質 還有喔 你若是塗到騎兜牌的時候 落後也不用怕 頭前一隻的拉鍊 是用防水的 所以你不怕你的東西放在裡面 丟你錄 好 現在這個腰包 在我們MOTO7的蝦皮賣場 有在販售喔 所以 你若是有教育 咖哩咖哩咖哩喔 再來呢我覺得KRV它的整個 懸吊感受 給我來說非常直接喔 這次 明顯的感受到整個懸吊 它是比較屬於那種小鋼帽 也就是說 它的懸吊是採用比較一個 硬朗 運動化的設計 也就是我們在山路上呢 第一個 它的整個反應呢 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 再來呢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它恢復穩定的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快喔 就是整個懸吊來說 反應很好 尤其是前叉的部分 我們在煞車的時候 它給的支撐力道都不錯 然後前後輪我在過彎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傾腳極限真的很大 我一直在觀察說 這個車殼的部分呢 是不是已經快要磨到了 但是我們車體部分呢 還沒有任何東西呢 有發出這個刮地板的聲音啊 所以它整個傾腳 以單人騎乘來說 極限真的非常高 再來關於煞車的部分喔 這一次在試的話 我覺得 我很喜歡後煞車的這個手感 但是前煞車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的行程呢 稍微比較短一點 怎麼說呢 我今天壓到底後 它開始就變得很硬 然後再來呢 它的行程就沒有這麼多了 不像後煞車 我可以感受到 行程的改變 跟我煞車力道 這個逐漸增強的感覺 不過呢我覺得幸好 因為它整個前叉來說 支撐力道非常好 所以在煞車的感覺呢 整個減速的感覺是蠻不錯的 另外呢 以加速來說 的確 0到60的加速啊 是比較快一點的 大概60到80又開始慢了 我今天我們在山上呢 比較沒有辦法騎到100以上啊 這部分比較沒有測試到 整體來說呢 我們到山路上來測試 除了加速性啊 真的是沒有當初這麼驚豔 但是以操控來說呢 我覺得可以完整的體會到 整個KRV它這樣子設定的好處啊 簡單來說 我對於KRV單人騎乘的評價呢 真的是又更加分了 為什麼說是單人騎乘呢 因為再來要跟雅雅一起來分享 雙人騎乘的心得 來雅雅先進來吧 來了來了 來來這給你做 謝謝謝謝 上位 好首先雅雅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做後座的心得吧 因為之前你都分享你騎車嘛 對啊 那你坐後座 今天坐後座感覺怎麼樣 首先呢我想先講它的海綿 它的海綿設定的 其實不會說太軟或太硬 因為太軟就沒有直升性嘛 太硬的話坐上去 不用說久騎啦 10分鐘的路程都覺得不舒服 但我覺得這樣的設定算是適中還OK 但是呢就騎乘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整體的回饋是偏硬的 所以你覺得坐到後座的時候 感覺懸吊是偏硬的 你這個大概跟哪些車種來比的話 我覺得 它沒有像BeeWiz硬的那麼誇張 但是它硬的程度也 再多一點點就是BeeWiz BeeWiz下面一點點 我覺得BeeWiz它會有很多那種碎震的走動 沒錯 那這個上面應該沒有吧 倒是沒有 這個部分倒沒有 對 那你如果跟其他像S-Max DRG那些比較其他牌子的跑旅來比呢 你覺得它是比較硬的 對 稍微偏硬一些些啦 好 那整個在過彎的時候你會覺得那個感覺怎麼樣 過彎如果說今天站長它的速度比較快的話 我發現它下乘的速度還蠻快的 對啊這個部分應該跟它後懸吊設定有關係 對 我自己試乘的時候也有注意到啊 整個DRG如果是雙人騎乘的話 它後避震下乘啊 整個後面重心下乘的速度真的蠻快的 我覺得這和它的整個後避震器的幾何設計有一些關係啊 也就是它是橫置的 但是呢當我們後面 鶴重是比較重的時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彈簧設定 還沒有到這麼考慮到後載人的時候的狀況啊 整體來說下乘就很快 包含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單人騎乘的時候我覺得它的輕調還算蠻大的 但雙人騎乘來說的話 很快就會磨到兩側啊 例如說這邊的話應該是磨到這個側柱的部分 那另外一邊我看一下喔 應該也是也是中柱的部分 所以兩邊都一邊是側柱一邊是中柱啊 而且呢 我覺得它的磨到的感覺跟一般的速度打不太一樣 一般速度打因為它整個重心很容易下沉 所以你可以很穩定的去磨某個地方 可能是側柱可能是中柱 或是排氣管 你可以順順的邊磨然後邊過彎 但這有點危險啦 但是假如你力道掌握得好的話 它是可以繼續去磨的 但是在KRV我發現 當它假如磨到的時候 就算力道很輕 它後輪也會馬上的被頂起來彈跳出去啊 你應該有感受到 就突然會 對 會馬上往旁邊搖 這個部分呢可能就跟它的後面啊 它這個獨立的搖壁有一些關係啊 所以它在 當它車身 因為車身是比較它主要的部分啊 引擎都在車身的結構上面 當它車身是磨到的時候 它被頂高的速度就很快啊 不像一般蘇格達 你可能整個引擎在後面搖的時候 稍微一點磨到 可是它還是可以貼在地上 但在KRV上面呢 只要旁邊車身被磨到呢 它後避震器可能一馬上一收縮呢 整個後輪就會往旁邊甩了 有點啪啪的 接下來亞安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你剛好注意到整個後座的腳踏 這位置上面是不是有什麼設計特別之處 沒錯 這個部分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我先回到剛剛站長載我的坐姿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腳踏設計有點前面耶 喔 有一點前面喔 對 雖然說不會像Beavis一樣 去插到騎士的腳 像如果說今天站長是停車的話 用Beavis在我的腳尖會去插到它的小腿 它的設計雖然沒有像Beavis那麼前面 但是呢 會覺得說後面這邊空空的 所以我會建議啦 如果說它的這個腳踏的位置呢 是設計在後面一點點 可以用腳的中間去支撐的話 後座會比較有踏實感 這邊來總結一下 其實亞的意思就是說 以這個設計啊 坐墊的設計 它會做的比較靠後面 而這時候呢 它踩起來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看喔 它因為做比較後面的 所以都要用腳尖的部分來踩 所以整個位置呢 如果可以往後移的話 它坐起來就會比較舒服啊 沒錯 那如果是今天在腿比較長的女生 是不是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喔 對不起啊 就是在哪的時候腿都在斷 好吧 有可能是這樣子 OK 好 這個我們也可以給光陽做一些建議 好的 稍微往後移一點 或是可能會有人出那個改裝的 位移他吧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雅亞來幫我們整理一下 因為你最近訪問過很多 像S Max Force還有DRG的車主 所以大家整體來說 他們比較KRV跟自己的愛車之後呢 你可不可以歸納出 有什麼是跟車的特性有些關係的 OK 沒有問題 首先呢 就剛剛站長一開始提到的 加速能力 Frost S Max跟DRG 起步都比KRV還好 他們都覺得他們自己的車起步比KRV好 對 大家都同意說這台車它在6000轉之前呢 是一個比較空虛的階段 到6000轉過後才會有比較衝勁的感覺 我覺得以目前看起來整個原廠設定它的結合轉速是比較低一點的 是的 這大概跟環保有一些關係 所以大家如果後續改裝想要有比較好的起步能力的話 當然整個碗工啊 離合機片那邊就要做一些改裝了 好 再來呢 再來就是自動的能力 KRV原廠在不經過任何改裝的情況下呢 就已經得到蠻多車主的認可了 Frost S Max跟DRG的車主一致同意 KRV的自動表現非常漂亮 其實我覺得它自動表現好啊 跟它前叉的支撐性也有一些關係 所以它前叉是因為它吃撐得住 所以它的前煞的表現呢 也會不錯 再來剛剛有提到就是 覺得它後面的這個拉桿手感是還不錯的喔 接下來還有什麼 接下來是KRV的過彎能力實在是 太強了 喔 對 因為這個剛剛有提到 當然騎乘的時候它整個過彎呢 第一個 傾腳夠大而且反應夠快 再來呢它的懸吊真的算是 比較運動化的懸吊 所以它整個路面呢 當你今天 像台灣的路面上都有一些坑坑洞洞 它很快就可以回復穩定 讓你繼續的往下一個彎島前進 這也是很明顯的 沒錯 以及呢大家比較喜歡的部分 在於KRV它在騎之上的設定喔 因為其實在騎乘的時候呢 它的椅墊設計 還有它整體的 比如說手把的高度啊 甚至寬度 都是設計得很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大家是蠻同意 今天就算騎乘長遠途 騎KRV應該都是蠻舒服的 我自己也是有注意到 它在山路騎乘裡面 它的手把寬度真的是夠寬 所以在夠寬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例如說立幣是比較大的啊 或者說我們可以做出更多的動作 這是因為它是比較屬於寬把的設計 再來還有沒有 最後呢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它的置腳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喔 它預備了這塊前踏板 中間的空間以及最後面 甚至還有一些你可以自由火用移動的調整Range 這個部分呢 是就騎士們體驗過後覺得說很自在的設定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般來說呢 有一些速克達它在這邊其實是設計給後座來踏 但是呢其實後座它自己已經有自己的踏感了 所以這邊它也保留了一塊就是給騎士呢可以自己踏過來 好那如果說比較起來換言說腳踏空間像哪些車主 會覺得它自己的腳踏空間是比較小的 DRG車主 喔DRG車主它到底少哪邊啊 DRG它沒有前面這一塊踏板 所以呢它就只有這一塊可以做活動 所以它覺得說腳步可以延伸的空間太少了 喔DRG它是前面是直接是直的起來 沒錯 所以以跑鋁來說的話 DRG就沒有這個鋁的部分啦 它就跑的部分算是比較濃厚一點 對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站長跟雅雅來跟大家分享 包含我自己單人的騎乘 包含我自己雙載時的一些騎乘的想法 還有雅雅坐在後座它觀察到的部分 另外呢還有雅雅整理的包含DRG SMAX SPORTS 這些車主對KRV的評價 再來呢大家如果還對於KRV想要深入知道什麼 會希望我們來做哪些評測呢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雅雅先有一頂它自己的專屬帽囉 耶 雅起來騎的帽子 大家喜歡嗎 好看嗎 那如果說大家現在還是可以 買它的貼紙還有它的T恤喔 請多多支持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